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江峰NDM 我本身是一位合格会计师 Charter Accountant 从事这方面就超过28年的经验 今天我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说 这个世界上今天是万万不能 有什么东西比金钱更加重要呢 甚至比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销售 我们的产品更加重要呢 这是我们所谓的现金流 在这世界上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现金流 何谓现金流 现金流就是 我们的资金可以有流出去 但是有资金流进来 这样我们公司可以如常的运作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股东也可以从我们公司里面 得到我们的现金 就是所谓的现金流 很多人不了解到 现金流就是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只要提到银额就有现金流 当然这不是这样简单 如果你有银额 但是你没有这个 收到你顾客的账管 你就没有现金流 我们要得到现金流 我们要确定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生意模型要 非常的健壮 我们的生意是有利可图 我们有一套的系统 我们资金当然要足够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公司要有增长 我们不可以没有增长 只要有增长 我们就有现金流 还有我们要有一套系统 来管理我们的现金流 所谓的cash flow management 我们如何收我们的账法 如何给钱给我们工资 还有最重要的点就是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意上 制造出更加多的现金 更加多的现金流 这是我们所谓的成功的现金流管理 下一节我们再来谈到七大点 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现金流 从这方面提升到另外更高的境界 再一次我们下次再见